启示录 第21章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经过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 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娘打扮整齐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 神的帐幕在人间 祂要和他们同住 他们要做祂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 痛苦 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 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 看啊 我把一切都更新了 他又说 你要写下来 因为这些话是可信靠的 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 成了 我是阿拉法 我是额美甲 我是开始 我是终结 我要把生命的泉水 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得胜的 要承受这些违业 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至于胆怯的 不信的 可憎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人 他们将在烧着 硫磺的火壶里有份 这是第二次的死 拿着七个金碗 盛满末后七种灾祸的 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来对我说 你来 我要给你看新娘 就是羔羊的妻子 我在圣灵感动下 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给我看由神那里 从天而降的圣城 耶路撒冷 这城有神的荣耀 他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名如水晶 他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 门上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又写着 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东边有三个门 北边有三个门 南边有三个门 西边有三个门 城墙有十二个根基 根基上有高阳十二使徒的名字 那对我说话的天使 拿着金的芦苇当尺 要量那城 城门和城墙 城是四方的 长宽一样 天使用芦苇量那城 共有一万二千斯塔迪 长 宽 高 都是一样 他又量了城墙 按着人的尺寸 就是天使的尺寸 共有一百四十四轴 墙是碧玉造的 城是纯金的 如同明镜的玻璃 城墙的根基 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 第一个根基是碧玉 第二是蓝宝石 第三是绿玛瑙 第四是绿宝石 第五是红玛瑙 第六是红宝石 第七是黄碧玺 第八是水苍玉 第九是红碧玺 第十是翡翠 第十一是紫玛瑙 第十二是紫玺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 每一个门是一颗珍珠造的 城内的街道是纯金的 好像透明的玻璃 我没有看见城内有电 因主全能者神和羔羊 就是城的电 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 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羔羊为城的灯 列国要借着城的光行走 地上的君王 要把自己的荣耀带给那城 城门白昼总不关闭 在那里没有黑夜 人要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带给那城 凡不洁净的 和那行可憎与虚晃之事的人 都不得进那城 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 才得进去 那麼 尾